根据小溪 去冒险吧 如斯固 小溪的奇幻日旅 第八集 小 小 小心 啊 我的脸 这居然被包裹 这 这是干什么 快快快 快点 帮帮帮忙去探望屋等我 可是 帕帮熊 你不和我一起去吗 小木屋怎么办呢 不是叫人帮忙 小溪 你在探望屋等我回来 等我一下帕帮熊 等 小沪帮 你可以帮帮帮我吗 我的好多人小溪 这就坏了 你 你 你这么大只熊 你会说话 你才是怪物吧 我是可爱的 还吃鸡翅翅膀胖胖熊 我才不是怪物 外婆说 不能随便相信魔兽啊 更何况 你是只熊 你会不胡说 我妈妈说我就是 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熊秀 你干嘛 我的蘑菇 我的蘑菇 好酷哦 这是 外婆的酒 外婆 你怎么来了 外婆 你看我这是最可爱的小鸡 外婆 你看我这是最可爱的小鸡 外婆 你看我这是最可爱的小鸡 你这么大一只熊 还说自己小 还说自己小 你好意思吗 没想到呀 有生之年 竟然看见了会说话的熊 我好恐怖哦 这是哭 这是哭 不对 你们两个 但我不存在呀 傻孩子 这只熊这么罕见 我们给它带回家 让村子里的人看 青蛊蛇就火了 可是外婆 那只熊呢 这下完蛋了 火不了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快来救救我 快帮我别人回去 我还要叫小七呢 哎 小七是谁 小七是我最好的朋友 她现在在烫火屋等着我去救她的 外婆 我们跟着这个大胖兄去烫火屋吧 那肯定没有我们意想不到的好东西 咱们村里只有蘑菇 我想去烫火屋看看 快带我们去 不要 Everybody 小 kids 你们家里的东西全都是有毒的 只有毒这种毒障 在呢吗 公主 我这人都不是只有江阳 我要跑啊 她就开始燃灭还有 我说这些蘑菇可以消灭病毒 那我是不是可以救小七 我找个快小七救小七 小七 小七是什么 小朋友们喜欢我们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加订阅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